大家好我是益胜 歡迎收看星期五晚上八點整的益胜說給你聽 說出股市大小事 那今天呢益胜一樣會帶大家來看到 近期股市的一些重點資訊 那節目開始前呢 記得先幫我們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那我們馬上來開始今天的節目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近期市場關注的焦點 那本週呢美國的方面 大家所關注的這個國際大事 莫過於呢美國將要在星期五來公佈 五月新增的非農就業數據 那目前市場是預估 五月非農數據呢將會增加18萬人 與四月份的17.5萬人相近 那一旦呢這個數據是符合預期 將會提高市場 對於呢美國降息的預期 那美國呢才在上週五公佈四月份的PCE 其中呢這個整體的PCE 月增0.3% 年增2.7% 大致也符合市場的預期 那在剔除能源與食品價格後的核心PCE 年成長是2.8% 符合經濟學家的預期 同時呢也與前職持平 那月增成長呢則是為0.2% 不當低於市場預估的0.3% 更是今年以來最慢的增幅 整體而言呢這一份聯準會最在意的通膨數據 的確有在逐步的放黃中 只不過呢聯準會會需要更多的經濟數據來支撐降息 而本週五的非農數據 就是呢非常關鍵的一個數據之一啦 那因為呢美國在三月份啊 非農就業新增了30.3萬人 遠高於市場預估的21.2萬人 同時呢失業率還下滑 顯示呢在高利率的環境下 就業市場依舊強勁 而4月的17.5萬人 的確讓官員們看到了就業市場放緩的跡象 因此呢他們接下來需要從5月份的數據來證明 至於呢結果如何 那各位呢就近待本週五的數據公佈 那接下來呢本週另外一件大事 當然就是台北國際電腦長Computex展 將要在明天登場 展期呢將到本週五 那今年總共有1500家廠商參展 那預估參觀的人數呢會來到5萬人 而本屆大會呢是以AI串聯 共創未來為主題 那也就是說從雲端的AI伺服器 邊緣端的AI PC 再到下游各類AI新創應用 都是呢市場關注的焦點 不僅如此 包括AMD的董事長 這個蘇媽 蘇之鋒 還有Intel執行長 季辛格以及呢美超維的創辦人 兩件後等都將會進行專題演講 而且呢就在昨天晚上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已經 率先在台大體育館發表主題演講 那為整個台北國際電腦長暖身 那黃仁勳昨天是以 AI時代如何帶動全球 新產業革命的發展為題 那他指出呢 新的運算時代正在進行中 而且隨著資料量的增加 運算效能若無法跟著提升 全球將面臨運算通膨 而GPU將有助於把過去的損失 彌補回來 他還首度透露 輝達下世代的AI晶片平台 Rubin將於2026年問世 對於AI相關產品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那可以呢 在這個電腦展期間 前去參觀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關注幾個市場的 一個重點消息 首先呢 益勝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黃仁勳 昨天呢 在台大體育館 以AI時代如何帶動全球 新產業革命的發展為題 發表這個主題的演講 包括鴻海的董事長 劉洋偉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富邦集團的董事長蔡明忠 以及呢 經濟部長郭智輝等大咖 都有出席聆聽 那黃仁勳在演講中 不斷的提及台灣 並且呢 提到台灣是AI的起點 同時啊 頻頻的提及台灣的合作夥伴 他甚至呢 在這個背板啊 秀出超過40家的台廠供應鏈 其中呢 就包括台積電 華碩 廣運 鎖羅門等 那我們團隊也幫大家 整理20檔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在資料當中 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歡迎各位可以自行上網 去搜尋更完整的企業的名單 那今年呢 這個3月啊 黃仁勳在這個 GTC大會的演講上啊 就出現了鎖羅門的商標 就讓這個公司的股價 從40塊一路飆漲到170塊以上 因此呢 黃仁勳點名了43家供應鏈 就被網友視為爆名牌 那在黃仁勳演講的助攻下 台股今天啊 果然也是呢 挑空開高走高 中場大漲超過360點 一掃連續三天下跌的陰霾 那目前呢 加權指數啊 在這個月線啊 獲得強力的支撐 甚至今天還 重新站回到短天期均線之上 那當然接下來大家呢 就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啊 我們台股是不是能夠 如同去年啊 在這個電腦展後 展開了一波的公式 那以上呢 就是針對昨天 黃仁勳演講的一些呢 幾個重點 那提供給大家呢 來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呢 讓我們把這個目光的焦點啊 轉到這個 也算是相關的 就是這個機器人產業上 那機器人呢 可以說是近期市場 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黃仁勳昨晚在演講時啊 他還播出了一段的影片 內容提及 AI下一波浪潮已經來了 未來一切會移動的物品 都是自主的 機器人還能學習感知 他隨後呢 還點名了五家合作廠商 其中呢 最令人意外的是 自行車製造龍頭巨大也在其中 那主要呢 是因為這個自動化設備大廠廣運 採用輝達的Arnavors平台 整合機械手背與軟體系統 協助呢巨大建造了智慧倉儲 另外呢 黃仁勳也特別介紹 輝達和鴻海合作的最新虛擬工廠 其利用的技術就是 輝達Blackwell HGS系統 鴻海呢 在世界各地經營著超過170家工廠 其中呢 最新的一處是 推動工業自動化技術發展的 虛擬工廠 鴻海的工程師 在虛擬環境裡 界定流程 同時訓練機器人 以便實體工廠 能高效率的生產下一代 加速運算的引擎 Blackwell HGS系統 那隨著AI感測器材料等 技術的突破與成本的下降 全球人型機器人產業 正在加速發展 分析機構就預估 未來5到10年 人型機器人將迎來 爆發性成長 2035年有望創造 大約260億美元的產值 那以上呢 就是機器人概念股 相關的資訊 簡單的整理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啦 那關於呢 這個記憶體的部分 也有新的消息 我們幫大家稍微更新一下 就是黃藍勳昨天 除了介紹新的平台 Blackwell GPU之外 他也首度揭露了 下一代平台Rubin 那預期呢 將在2026年進入量產 這個Rubin將會採用 台積電3奈米的製程 同時呢 他會搭載HBM4記憶體 據瞭解Rubin GPU 將採用8顆的HBM4記憶體 而Rubin的Ultra GPU 將會採用12顆的HBM4記憶體 那HBM呢 是由大家所熟知的這個 DRAM堆疊 之後呢 再透過3D IC先進封裝而成 研料機構預估 全球的HBM市場 於2028年將會達到60億美元 HBM的數據傳輸頻寬 是DRAM的好幾倍 那能夠有效的 為這個GPU以及 AI加速器等提供海量的數據 不過呢由於這個成本較高啊 因此HBM主要應用於高端設備 雖然HBM技術門檻高 但是呢 它的售價比DRAM 也是高出了10倍以上 因此呢 商業的誘因充足 然而呢 目前啊 HBM最大的挑戰就是良率 即便呢 這個良率低於50% 仍然是相關的業者 無法輕易放棄的市場 那目前呢 這個HBM的製造者 為三星 美光 以及SK海力士 其中呢 那這個SK海力士在HBM領域中啊 佔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 那市場甚至傳出啊 SK海力士將與台積電聯合開發 相當於第六代的HBM的HBM4 並且呢 爭取在2026年開始量產 那以上呢 就是針對記憶體 相關的一個資訊 同時呢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帶大家來看到 這個航運的部分啊 就是有關於這個 運價指數相關的消息 那根據呢 最新一起啊 上海集裝箱出口運價指數 SCFI啊 在上週五出爐 那指數呢 上漲了341.34點 來到3044.77點 指數重返 3000點大關之上 那週漲幅啊 擴大來到12個percent 而且啊 已經4.8週上漲 那隨著第三季的航運 旺季來臨 加上各大貨櫃商 喊出 將會徵收旺季附加費 有利貨櫃三雄 包括長榮 陽明湘 旺海 第二季的營運 以及獲利表現 不僅如此 四大主要的航線 還紛紛上演 狂飆秀 遠東至美西線 40尺櫃 直接大漲18% 達到6168美元 歐洲線的漲幅也有9.7% 達到3740美元 那除了四大主要航線 大漲之外 澳紐西北南北南美等航線 也都有一定的漲幅 那法輪機構表示啊 SCFI指數從今年的5月開始 大訪談 主要是因為旺季需求提前展開 那又適逢了鴻海事件 導致於航商繞道 消耗了市場過剩的運力 導致於近期市場閒置率 處於低檔水準 因此呢 有望支撐第二季下旬 到第三季的運價 維持在高檔的水準 另外呢 國內的散裝航運商 也看好後市的表現 包括這個惠陽KY董事長 南俊森表示啊 區域衝突延續 或使呢 船舶繞道 有助於運價與指數維持高檔 樂觀看待第二季 傳統旺季 而新興域名中航的業者 均對市況 保持樂觀的一個看法 那以上呢 就是航運股相關的資訊 也提供給大家 來做一個參考 最後呢 我們一樣提供上週外資投信 同步買超的金額 前20名資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裡頭呢 你會發現 上週主要比較強的 比較主流的 當然是以AI為主的 這個電子類股 以及航運類股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族群呢 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呢 這個車電 相關的族群啊 那過去呢 比較沒有表現 機器比較低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好像近期呢 股價有開始墊高 那也開始呢 獲得比較多的 這個法人青睞 那詳細的個股 留待給各位呢 再來做一些 更仔細的一些資料 以及研究 那我們今天呢 一聲說給你聽呢 到這邊剛才一段落 最後記得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繼續說給你聽 wwwww www